泰国宣布戒严宵禁 外交部也针对曼谷发布黄色警戒 不过国人前往泰国的旅行团 依旧是照成出团 旁边机场的最新情况 马上林森记者黄子凤 这直播目前你所看到的画面 我们正在桃园机场 我们看到画面中大批旅客 是拉着行李箱 大包小包的行李 要等待checking前往泰国 不过泰国目前政局动荡不安宣布了戒严 而且泰国的军方也宣布 接管政府宣布的宵禁 但根据了解 今天早上从台北飞往曼谷的两班班机 几乎都客满 而且载了大约六百名的旅客 那么其中旅游团包含自助旅行的 就占了将近三百人 我们来听一下旅客们怎么说 我是看新闻才知道的 所以一定要去 不去还要赔钱 还要损失那个旅游会 担心吗 还好耶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泰国常常 所以细以为常 对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好我们听到其实大多数的旅客 对于泰国政变感觉上都是不怕也不担心的 还有不少民众是出动全家带着小朋友 满心期待要去泰国玩哦 有的是说有准备一些紧急联络的电话 或者是晚上尽量不要出门 还是不要穿红色或黄色的衣服 避开危险的地方好像就比较安全 但也有民众是抱怨政府旅游警戒慢办拍 那么现场呢 导游也有向旅客讲解要注意的事情 其实现在呢 我国的外交部也针对泰国的曼谷发布了黄色警戒 不过国人前往泰国的情况 看来是不受影响的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好 提醒观众出国最重要的还是注意安全